欢迎回来跟我们一起排除保险减税的地雷 那还在过年期间 如果您想要到书店去走走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过年假的方法 那你到书店去的时候呢 去看一下有一本手册就叫做压对保 因为新的年度呢 我们总有很多新的计划要做 也包括我们的保险规划 应该做一个大的整理 那压对保这本特刊呢 就告诉你说有些保险真的是非买不可 可是呢你怎么买才真的能够买对呢 另外你也可以看一下 2月号的现在保险健康理财杂志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跟你讨论的主题 有非常多的细节都在这里头 那当然休闲的时候您上现代保险资讯网 也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那我们回来 刚刚慧晶提到说 会被税捐单位怀疑 这个案子我们要深入了解一下 那到背后的根据叫实质科税原则 可是那些特征大概是归纳这么多年来 被税捐机构查到的 这应该是有问题 其实一般人买保险不会有这些状况 就我们通常就是真的是从保险规划 了不起储蓄就是这样子 有钱人比较有这种烦恼 要怎么样结税 那是不是我们有个实际的例子 让我们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当然可能也放心一下 说我应该不会这样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说 因为这样被课遗产税 虽然保险法规定 死亡保险也就是不用课税 但人就被课到的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请大家来看的这张字卡这部分 有一位78岁的高龄 那就是我们图中的甲 然后他在78高龄的时候 然后78跟80 两个年龄的时候 买了29张的宝袋 这真的厉害 然后他的那个 超过一亿元的这个理赔金 全部都纳遗产 那他的规划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被保险人 那他也同时是身为被继承人的身份 那他就2004年跟2006年投保 那有五张是便额终身受险 就是我们讲投资型保单 24张是万能保险 然后他就 他的子女就是他的受益人 那也就是这张图的继承人 那这张保单买了之后 2008年可以看到 就是2004年 距离2008年 其实只有四年的时间 2008年甲 这个被保险人就死亡了 那他这个死亡的时候 当然他的小朋友 他的孩子就是继承了 这笔 继承了遗产 然后这个保单 他也领到了这样一理赔金 那他那时候 孩子他就提出了 就是说 我的爸爸不是为了 必遗产税的哦 因为他是当时 他其实 他当时是已经生病 但是呢 他不是死亡的那个疾病 所以他小孩说 我死亡的那个疾病 跟我生病那件事情 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就看到了 这几个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他高龄嘛 而且如果以当时的 平均年龄来讲 他已经高于平均年龄了 高龄 然后呢 又买了一个高额的 巨额的理赔的这个保险金 然后呢 密集投保 对 又符合密集投保这样子 对对对对 而且呢 他缴保费的状况呢 其实如果说以万能受险的 万能保险的24张来讲的话 他每一张都是250万 然后呢 理赔的时候呢 只有受益人只获得254万 所以其实就跟我们刚刚那个 保险给付跟保险理赔 那个金额非常的接近 国税局会认为说 这个根本不是保险的 意义与功能在里面啊 而且受益人不会因为 被保险人死亡 所以他就家庭会陷入一种 很困境的状态 所以最后呢 这个就是要 超过一亿元的这些理赔金 全部纳入遗产课税 对对对 我想这个案子真的是蛮 蛮典型的啦 幸好一般的民众 应该是不会这样做 或者没钱这样做才对啦 一般来讲是 不过 通常我们在填一些报税单的时候 不管哪一种 通常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我不要写 那税金单就不知道 好 那遗产税根是这样啦 我什么都不要写 可能就可以逃得过 或者说 我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要写 比方说保险给付 我相信很多人并不会认为 我应该把保险给付填进去啦 那所以如果我没填 遗产申报书 我没填保险给付 可不可以就这样就过关 据了解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其实保险公司 给付了这么大笔 他一定会入到一个账户里面去 那这个入到这个账户里面 其实保险局 不是 国税局自然就查得到 这样一笔钱了 对 所以呢 其实国税局这边有特别的 就是财政部这边 有特别提醒 就是说 其实遗产申报书 有一栏叫做 不记录遗产总额 它是可以填写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我的保险给付 要不要记录我的遗产总额 我就在那边写上我的投保的 就是说 我是孩子 然后我继承的这部分的话 那就是我那个 我是受益人 然后我就填填填填填 把一些投保资料填上去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万一要记录 实质课税所得的话 那就是只有课那一部分的税 但是如果我没有填 他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恶意在并税的这样 就会要补还要罚 那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没有填 国税局还是会去查吗 查对 会查得到 因为其实 其实基本上是这样 如果说有一笔钱 进到账户的时候 而且是超过免税额的时候 其实是很容易 国税局很容易看到 这样一笔钱的 那他自然而然会回归到 请保险公司 用书面的方式 请保险公司提供一些 相关的资讯这样子 那这个我觉得就有点矛盾 因为我们公务员 不是要申报财产 那好像保险就没有规定 一定要申报 所以我们去看公务员的财产的时候 有的公务员会觉得他应该申报 他就会写 那有的人就认为 你没有说我要申报 可是如果照这样讲 保险的确是可以藏钱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 呼吁检查 要把这个列进去 这样当然才公平嘛 对不对 一般小百姓应该要写 那当然公务员更是要写 事实上他们是很多人蛮懂得 把保险放在那里 要不舔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回来我们的正题 因为我们一直都鼓励 我们民众也要做好 自己的退休规划 那做退休规划里面 当然很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年金 我如果买了年金 可能我退休后的生活 就可以靠保险公司 年金给付 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说 我如果买年金的话 有可能会牵涉到 什么样的税的问题 像年金的话呢 因为它跟死亡保险不太一样 它是一种生存 有点像是生存的一个保障 对 不是我死掉 然后留给我的遗租 一些财产上的一个保障 所以呢 基本上年金险它会 它如果在那个 腰宝宿上面填写上面 有一些不一样的话 它就会可能会牵涉到 那个像最低税负质 遗产赠予税 还有像所有的税 唯一一种不会磕税 就是我腰背保险人 是同一个人 就是我付保费 领年金的这个人 他是同一个人的时候 我自己付保费 我自己拿年金嘛 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说 满旗保险金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部分不会磕税 对 那其他部分都会牵涉到 一些税务的问题 好 我们一般讲年金 它是一个统称 可是年金有很多种 不同的种类嘛 对不对 所以年金的不同的种类 跟它的磕税原则 有没有什么不同 目前呢 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年金 有所谓的传统极型年金 还有利率变动型的一个年金 还有投资型年金 这三种 那他们主要在于 这个保单价值准备金的 累积的方式的不同 那我们就这个传统极型年金 来讲 它称为极型年金 就是说你在买的隔年 它就开始年金化了 就开始给付了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累积期 那在于这个利率变动型年金 跟投资型年金方面呢 它都要经过十年的累积期 那这两种年金 它在保单价值准备金的 一个差异呢 就是在于说 它的一个利率 以及它的投资绩效的 会影响到它这个保单 价值准备金的一个累积 那也就是说会影响到 它开始年金化之后 所每年或是每一期 可以领到的金额 那至于它的一个 影响到课税的方面 其实都是 其实它们的结构 架构是很相近的 是跟刚刚才权所提到的 要保人被保险 要被保险同一人 这样的一个观念 通常我们讲到年金保险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观念 就是到时间 约定的时间到了 保险我就按起给我年金 可是呢 我们常常要去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可能一下蹲脚一笔保费进去 可是我可能领五年 或者领八年 我就走了 那可能我们就很担心说 那我那个钱怎么办呢 那这样会不会领的不够多 会亏本 那或者说 那一部分的税应该要怎么克呢 我们休息会来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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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